日本高松市市长大戏秀仁将当地特产透过视讯方式隔空赠送给基隆市长李又昌 形成一幅温馨的画面 庆祝基隆高松两市地结友好城市五周年 两市首长以线上模式进行交流并护赠礼物 高松市长大戏秀仁特别感谢基隆在疫情期间 两度送医疗口罩的情谊 及基隆市长李又昌在推动两市交流互动所做的努力 也表示因为疫情缘故无法前来参加今年基隆城市博览会感到遗憾 不过非常佩服在疫情期间 基隆城市博览会仍创造超过百万人参观的记录 大戏市长透露明年1月台北直飞高松的航线渴望复航 希望到时候能有机会再到基隆参访 今天能够通过视线会议和林市长 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互动法到盛尊公新 今后我们将灵活运动在这被疫情期间所诞生的新的 线上的交流方式继续推进两世间的交流 此外 刚才林市长也有说明年1月份的大概1月末左右 高松和台北的直达航关将重新开空 在疫情可以控制恢复自由往来时 我期待能访问卫视 也非常欢迎卫视的各位来我市进行访问 金融市长林游昌也回应表示 邮轮船班预计最快明年3月复航 两地间的观光旅游也将建许正常 虽然自己即将在12月底卸任 不过人会安排适当时机回访高松市 未来不管在任何工作岗位上 都会为两世的交流跟情谊继续努力 基隆因为是邮轮的母港 现在目前掌握到的资讯 邮轮的航班应该在明年的3月份左右也会恢复 所以我想正常的一个观光跟生活交流 在明年应该可以来展开 那当然市长在下个月要卸任 不过我也特别跟大西市长说 未来不管我在任何的一个工作的岗位上面 或者是任何的一个身份 都会继续为基隆市跟高松市两市的一个交流 跟情谊来继续努力 邮轮也以基隆市新一国小跟高松 闲达小学2019年即建立盟校为例 疫情期间两校仍不时透过线上视讯进行交流 未来国门开放之后 两市间将会有更多实体交流展开 记者张旗藤金融报道 问到什么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